考试在平常要靠努力 但是考场上能够有稳定的心情 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实力 面临到大学的学测 我们来看屏东的潮州高中 特别邀请到潮州讲堂的法师 前往到校园里头 为考生们举办了点灯祈福活动 在老师的信心喊话下 潮州高中毕业班 表达他们对学测的信心 屏东潮州高中 学生正面临学习阶段的关键时刻 就是大学学测 为了让学生应考更有信心 邀请潮州讲堂法师来学校 带领学生进行祈福礼 我们每一届高端毕业生 约有400多人 那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是才自由参加 所以将近200位同学 因为你知道有我们大家跟您同在 我们都祝福各位同学 能够在高中时期的学习 将我们所有的经验 所有的知识 包容在草场里面的实力 在法师引导下考生攻读祈愿文 并且送上象征包种的粽子 以及代表祈愿的竹灯供与台前 首先谢谢学校举办这次的活动 还有佛光山给的这个礼物 借由这次的祈福活动 能让我们接近考试的紧张心情稍微平复 我们会带着大家的祝福 努力平稳地将剩下的路走完 就有考生在经过祈福礼之后 如愿考上理想学校 家长们也怀抱感谢 回来分享他们的喜悦 为了满足不同信仰的学生的需要 基督教会也在现场带领学生祈福祝祷 考试仍要靠努力 但是在彷徨不安的时刻 借由祈福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定 期望在考试中得到最佳的表现 人经卫视舞庸曲 屏东采访报导